被打裁了先给投注拖延关门 这方是个喷子啊刚刚 对方也有一把步枪 哎呀因为血量其实不太健康 第一波被对方扫了一大半 主要就是有一把步枪加一个喷子 不然这波教养有的操作 感觉可以把人赶过去啊 停车之后 美尔卡奴会怎么选择 啊这个开脸上了 扩人收下了一份大脸 under lost 一枪没开 盒子满满当当 护移 好嘛 直接赶走 BB啊这波啥的好都没讨着 哎 这给他击倒一个啊 要掉头吗 这么说 有点远啊 但是这边队友的话 其实位置已经拉开了 想要找机会修 哎呦还被修掉了 我觉得鞋同好一点 是有机会护一下这个人的呀 塑料兄弟 无理男子 他的这个压筷 我是丝毫不担心啊 很稳 倒了啊 直接切了这个 研究去补 好 很经典的 BRU一圈 掉人啊 然后二级段 从阿诚的西边的站位 直接往东边走了 花园的LG也合了 哎呦 小艾别点下来了 坏 这个位置 没得救了 嗯 USG他拿了水城 三杆枪 架着马路 根本就没往里面走 反而大字提起 应该是 偏慢的 哦 路枪了啊 对方是直接从这个 BRU的 这个火气是真的大哦 跟我们预想的剧情 都进去人了 小石七在跟地外 敲条头 嗯 以下来一个 使这个速度够快 是 够快 漂亮 虽然被队友保零球了一下 但还是无伤大呀 没事 问题不 目前可能会考虑 一只队瓦 尖矩啊 通过自己运营 走了这个美蓝湖的尾端 绕了一圈 到了这个桥头的 加油站那个位置 哇 尖矩这一波转移的 像尖矩雷挺多的 哇尔矩有可能要吃 这一波的一阵雨了 是啊 天路这个没有很好的运营角度 因为他这个时候 进圈的胸位就已经很低了 已经是踩好了位置 这边可能会是到两侧的枪线 看会不会在行进过程当中 被扫下来 远处有枪线 速度有看到了 直接去点 天路要往坑里去吗 Pero满边在坑啊 天路是到了Pero旁边的时候 他这一波也是属于无信心盲扎 他也不知道南部的一个具体情况 走一步看一步 有坑就直接进了 在这个位置收住还行 就是有点抬不起头来 就这个圈的话暂时有点不能动 对的 信息也吃不到太多 远处还要拿指甲的车 而另外一侧 这边天路是爆桥 但是Pero来了 有补强 有补强 马亦龙那边能抽得到 应该也只能抽到一个缝隙 考虑原点有队友架枪 鸭皮先扶一手112 补充一下正面的战斗力 没有 往烟里一顿扔啊 但是第二颗补上的火 12还是倒了 这波是二倒 而且位置被隔开了 鸭皮要救的话 一定要还要小心自己的血量 原点能修得到啊 就Pero他会拉枪线来 主要这个时候 再封一颗烟的 网络网络网络还会找到位置 下来的时候牙体也倒了 驾翔队友找不到他们的人 鲁鲁现在显得有点迷茫 最后也没了 这一波 我觉得就是一个连环的 决策上的问题吧 周围会有很多人 有交战 甚至可能会直接顶 嗯 这个觉得有看 撞到天路的空 Pero这个拿车当掩体的能力 Pero这颗链已掉了一个 是的 这边还想撒在一个 嗯 能拉吗 这边录位置 我看CS刚才一直在看他们这个方向 哦 Pero是拉车想尝试拿福尔 知道坑里人多不多 给了两颗雷 没炸到 嗯 有点远了 这边能把 一波压力是跟这个天路分坛 对 173哦 东边去走了 这个厕所下面的反坡 还可以也再借用一下 前面到的位置已经被淘汰了 嗯 包括17这个分也是 他们其实也可以考虑 不用那么激进的战术 对吧 先边慢慢打吧 这个圈形撞房子也不太好撞 嗯 就是你上一把大分 你后续压力小一点就赚了 虽然你每把都都得稳打稳着 但是你说稳定六 就每局六分还是有点难 就17这个分数 他是每把拿到一点保底分 他心里是没那么慌的 是 这种分数 其实对于圣试的心态来讲 是可以有保障的 那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优势 先看测试 放过来数清人数打进点 这一个拉到背身了 有队友过来吃 他把一个17这个被撞了 还行 两个人打了个小配合 收掉两分 就这一波17这波能够进点收分 他是OK的 完全可以接受 如果DV外这个人最后还能收割下来的话 手帘扔的位置还可以啊 再给一颗 基本锁定了 就在这个小豪沟里 依旧是一个三人小队 Pero这边满边 正在处理南部的团战 表情T1也来了 而且T1贴的这个点 下一步Pero看怎么防守了 是 不过这局对于Pero来说 他有这个正面打团的机会 就第一局 无论你分数拿多少 手感只要能打开 我觉得后续的机会还是非常的大的 很怕这个点吃道具 对 因为他T1是满边过来 而且假如出来的没这么丢雷的 但只要能打就行 我觉得这种局 就是怕没有打的机会 是的 又有一个击倒信息了 哦 要拿分了啊 这个击倒信息有可能会激活T1来踩这个 那T1也落位了 G龙哥打了一个 是打了一个 环节了给压力 不过只剩最后一人了 对 T1近点再摸 这个石头的位置 马哥已经听到声音了 但拉到石头 想要先把G龙哥补掉 而T1当时可以去救人了 后面直接撒手了 不救了 过来一打一 马哥 加石头 可能会有加成 有火 对面有火 小心马哥 看到了 没有这个火有点磁 没关系 环一颗雷 角度是最确的 哎呦 炸了一丝血 还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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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住了 插住了 好嘞 黄一鸣10秒钟 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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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打赢了 但损失了两个人 还是有点小亏的 因为当时被天路的那个人 拖了比较长的时间 锋利一条一线烟 直定要防具顶了 而且一优他让出了 面前这个小平房 呃 石齐这个围墙可以贴 但围墙的边缘 还是有独狼的 再讲北边还有费子 要小心一点 侧面枪面的 加油啊 这局还没有及格 也是给到石齐 能够往前推进的一个支点 贴了过来 侧面看能不能把一优在房区的 这两个人打掉了 我觉得还是有点舞台的 对吧 有的有的有的 李贺斯这个位置 有点舞台的 我确实没有看他 是要一个 而且武帝里也得分了 嗯 柯南的分数被武帝拿下 现在前八的分数也有了 这人头只要补掉 就到了极客分了 这有可能能摸掉这个房区啊 你别说 嗯 能打赢有机会 感觉这局不止极客 还能一出一 而且你看小鬼现在心态很稳 对吧 他这个人没有去补人 他选择去摸 去尝试一下 摸个假 摸二楼的人 哎 去口看这个头线 用头柱逼一下 点了个闪 而且另外一边是一个二打一 呃 还能架一下二楼的窗口 找了个机会 蛇男 还想在这个围墙继续操作 再回来再加二楼 小鬼已经进一楼了 篮拳已经逐渐的逼近了 弗拉德必须的 关键的啊 能限制二打一那边 Snakers的动向 嗯 要翻了 弗拉德 这一波直尖啊 三打一了 三打一了 拽下来 打完可以进圈的 测试小金 哦 几乎的小马 再线马枪 Snakers 17 162的心率 再线马枪 经典 那目前机会点一下 但房顶的人不处理的话 他们往前行进会很困难 就看小五体这一波能不能 找机会 哎 我感觉 其中小配合打的还可以 架枪的人比较给力 大餐 测试你刷AZ是吧 小心A神的位置 对的 Gustafo把17兆堆倒了 这样没有人架枪 哎 我看到出身了 哎 这有可能是个 有可能是个突破口 有可能的 打掉了 但是没有道具啊 小五 只剩他最后一个了 他现在做什么都是对的 没问题 Gustafo在侧外摸 过来再拿一分 可以可以 思路清晰 已经前四了 思路清晰 有闪子来了 听不到 这个听不到 是 太大的声音了 应该打到一枪头 小五那个头 我看是碎的 就是红的 但这局表现还挺不错的 是 是 这局倒是末尾队伍是进入到了这个 前列啊 前四 这两分的 一分的两分 他这个名字 对吧 第五名啊 你看看 我这波倒车 这个车远漏风啊 那这波 QM赚大了 对手反给一枪 好嘞 只剩最后一个Degree 二打一 还有震爆弹 Degree现在脸上全白在精里也只能在地方没没法还手了 直接迷你青连两枪 恭喜QM